5月份,比博助成的金歌强势霸榜,更有孟宏,写魔性洗脑新单,放旗回归 这些大咖当中,熟悉Bever和Christopher的粉丝白说的应该是他们长大的,虽然Christopher被称为丹麦的Justin Bieber,但实际上这两个人的音乐出路完全不同 Justin Bieber十几岁时因为在YouTube上翻唱歌曲的视频出名,继而被挖掘成为了歌手,发行第一张专辑My World,便获得了美国AMA音乐奖年度艺人奖项 之后,有着正派的影响以及清澈声音的Bever,火速成为了全球偶像,在中国的知名度也非常的高 接下来,Bever发行的My World 2.0,便出现在了国内已经烂大街的歌曲Baby 打响这么多的Bever,一路高歌猛进,获得了不少大奖,成为了欧美圈的当场战机 当然这么年轻就达到这么高的高度也不太好,或许是成名红义的帐吧 Bever是越走越拼,指向,破坏文物,厂层,起保镖寺,皇帝出行等丑闻越来越多 俨然一副叛逆坏小子的形象,这样的Bever着实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而太多的后面新闻,也让听众忘记了Bever的音乐美丽 但是这两年的Bever的稍微消停了一会儿 新闻,多是一些泡巴,纹身啥的,这种小打小浪啥的,应该不会给粉丝带来多多的冲击哈 而Bever也开始有点儿更加专注自己的音乐本红了 2015年发行的新砖上线没多久 编辑中的17首单曲同时登陆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 认真起来的Bever又收服了不少老粉心粉心啊 Cuz if you like the way you look that much Oh baby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And if you think that I'm still holding on Something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2017年的Bever更是让人惊艳 就算是助阵别人的单曲也是非常的尽力 而且还非常有诚意 这波Bever和歌手路易斯冯熙合作的新单中准确的西班牙语发音 我们收获了粉丝很多好评的 Bever在出身 DJ Khaled & The One当中 一开嗓就非常大 Bever再一次证明了自己在音乐圈里的实力 还是非常可以的 前段时间Bever在音色上摄出 手价时的背骨照与现在的次拍照 并表示自己一群洗心革面 照前段时间的效果来看呢 Bever现在的重心应该是放在音乐上了 找回音乐初心不荣雅 Cuz if you like the way you look at the end 是真的成熟了吧 Beverest的 Beverest of you Ao Beverest of you